目前北东口仍有百位以上的乘客在等候接驳 七暗一片的隧道内 大批警消人员考着微弱照明协助旅客脱困 一名远景直接把民众的行李箱扛上肩 踩着泥泞往外搬 回头又接着帮忙行动不便的高龄乘客脱困 在事故现场忙进忙出 他是华联新城分局和平派出所的所长王祝光 事发当下正好就在附近 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协助 鞋子整双爆销也无暇顾及 王祝光率领远景赶赴现场 而巧的是三年前发生在附近约一百公尺的 泰鲁阁号出轨事故 他也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警务人员 你们那个上面要注意一下高业店 注意一下高业店 等一下等一下 你们先不要下来 先不要下来 在轨道旁指引生还民众脱困 王祝光当年受到通报后 十分钟内就赶抵现场 另外不乱和其他警役消合作 三年后又碰上意外 索性并没有造成严重死伤 应勇救人的还有这位桃源的异销 当时就坐在第四节车厢 事发后立刻冲到第一节确认乘客伤势 土石流覆盖铁轨 酿成事故 还好有这些无名英雄英勇救援 才能让五百多名乘客顺利脱困 明镜新闻赵文博 花莲报道